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小明設計了一款迴力鏢 已是將此迴力鏢植出後 迴力鏢過了時間T後與小明的距離是這個 他說落在T0秒10 迴力鏢離小明最遠 那麼這個T0等於多少 好,那我就求他的幾指 給他一次微分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T平方加9 平方分之多少呢 上面圍下面部圍 剪掉上面部圍 圍下面2T 好,那這個要令他等於0 你要等於0的話 這個100T平方-200T平方 所以是負的100T平方 加多少呢?加900 這個等於0 所以100就約掉了 T平方等於9 所以T等於正負3 那負的話不合啦 負負3 這不合 這時間的話呢 不取負的 我們是取將來嘛 過去的就不取 時間不取負的 好,那既然這樣的話 那這個的話 到底是極大還是極小的話 那我們這個 就應該給他兩次微分 這個一次微分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T平方加上9的平方 那分多少? 分之負100 負100T平方呢? 加上那個900 這樣子 好,那你給他兩次微分 兩次微分以後帶多少? 就好,帶正3 帶正3看看 那你就給他什麼呢? 這就是 T平方加上9 平方啦 平方的平方就是四次方 就上面尾 上面尾的話呢 是等於負的多少呢? 200T啊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T平方加9的平方 好,上面尾下面部尾嘛 減掉呢?上面部尾 上面部尾就是 負100T平方加上900 那微下面 那微下面就不用考慮為什麼? 因為三代是等於9 剛好是900 所以這些像就沒有了 然後你就是 T給他帶多少? 帶3 T給他帶3的話呢 9 這個啊 這個是 我們就看上面大零還是小零 這個東西要帶3的話 這個小零 上面小零嘛 這個一定大的零 所以他這個是小零 小零他王口的話呢 這個 凹向下 王口向下 所以呢 這個 他是極大值 也就是當你T等於3的時候 他有極大值 所以最遠距離 在T0呢 等於3的時候 所以答案 就是T0等於3 所以這一題的話 答案應該選多少? 應該要選C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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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